荷兰成军团一分穿心弹射日 被视为有夺冠实力的成色军团荷兰队 昨天在世界杯一组第二轮赛事打得很闷 面对蓝魔鬼日本队上半场仅次具威胁性的攻势 荷兰队终于在下半场苏醒 第53分钟荷兰明星前锋范佩希得球后无法转身射门只能回传 中场核心球员斯奈德在进区外接球后起脚禁射 日本门将川岛勇四虽然勉强碰到球 但因重心偏移人挡不住这力道十足的以求 荷兰队稳如大梦初醒接人又发动几波攻势 川岛左股右肩还好都能跨解免于再失分 日本队在商庭捕时第二分钟 替捕上场的前锋刚骑胜斯在门前六马骑脚 球却飞得太高出界失去扳平的最后机会 中场荷兰队以1比0打败日本 在一组维持两战全胜6分积分 渴望以分组第一态势挺进16强 日本赛前就不被看好 全场踩紧破防线 让荷兰队踢得很吃力 目前积分3分也有实力晋级 动新闻综合报道